Hello大家好,我是钱君 今天我们来解锁三款超人气的电饭堡美食 香气四溢,惊艳你的味蕾 百吃不厌的可乐鸡翅 用电饭锅做特别的简单 取出几个高品质鸡翅 充分洗净后表面改刀 稍微腌制一下是需要的 生抽老抽料酒蚝油 用干净的小手充分的抓拌均匀 腌制20分钟以上 优雅的打开电饭堡 垫上一层姜片 腌好的鸡翅改刀这一面朝下 满满的铺上一层 腌鸡翅的汤汁不要浪费了 全部倒入锅中 攒劲的可乐也不要忘记了 合上电饭堡 直接选择蒸炖功能 炖30-40分钟 打开电饭堡的一瞬间 香气扑面而来 哇,这看着也太美味了吧 我们先把鸡翅成鱼盘中 撒上些许小葱 这道非常美味的电饭锅板可乐鸡翅 美味鲜香 太上头了吧 超人气电饭堡美食 懒人蒙饭是一定不能少的 它做法简单 却异常的美味 锅中倒入300克左右 有优质大门 我们先把它充分的淘洗干净 倒入生抽、老抽、蚝油、食用盐 或者直接使用蒙饭酱也可以 加入适量的纯净水 跟平常蒸米饭的水量差不多就行 准备一些自己喜爱的食材 切成小块 这里咱们可以随性一些 喜欢什么就放什么 接着轻柔的把切好的食材倒入锅中 稍加整理摆放整齐 然后把内胆放入电饭堡中 合上盖子 这次咱们使用营养饭 或直接使用煮饭功能 打开锅盖 五颜六色的食材非常有视觉冲击力 让人不禁心生欢喜 撒上些许小葱 充分的翻拌均匀 这次我专门加入了一些红肠 因此会带有淡淡的熏肉的味道 一口下去 丰富的滋味在口中绽放 口感真的是太惊艳了 非常值得一试 火遍街头的宠敬鸡公宝 其实用电饭宝座一点也不难 准备三五个鸡腿 切成小块 倒入生抽、老抽、料酒、蚝油 稍微腌制一下 热锅冷油 我们先炒一下鸡块 腌好的鸡块倒入锅中 充分的翻炒 炒至水分基本收干后 放入葱姜蒜、干辣椒、花椒 再来上一勺皮鲜豆瓣 一勺黄豆酱 充分的翻炒均匀 把酱料的香味炒出来 关火 锅中的鸡块和香料一块倒入电饭宝中 加入适量的纯净水 水平面与食材基本齐平就可以了 为了口感更加的丰富 咱们加入一些火锅丸子 再加入少许香菇提鲜 稍加整理 盖上锅盖 依旧是选择电饭宝的蒸炖功能 打开电饭宝的盖子 我们放入一些必要的食材 洋葱、芹菜 放入一些稍微煮过的方便面 相信我 鸡公宝里放方便面 口感一绝 鸡公宝炖煮好后 充分的拌匀 让汤汁充分的浸润面和鸡块 点缀上少许的香菜 这道色香味俱全的鸡公宝 终于可以开吃了 看这吸满汤汁的方便面 美味溢出屏幕啊 这一口下去 香、辣、麻、鲜 真的是太过瘾了 生活一半烟火 一半湿情化意 今天这三款电饭宝美食 做法都不难 却异常的美味 赶快给自己安排起来吧